大猜想当中最受人瞩目的可能就是阿里巴巴来回购雅虎的这个股权了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按照阿里巴巴的这个招股的说明啊 05年的9月雅虎呢是以10亿美元再加上雅虎中国来换取了开曼群岛阿里巴巴40%的股权 那么截止到10年的6月30号股权稀释之后大约是在39% 这个占股的比例呢使得雅虎自然就成为了阿里巴巴的第一大股东 然而从10年的年初开始呢阿里巴巴集团和第一大股东之前这种啊 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开始日趋紧张了 马云呢他一直非常希望能够回购雅虎公司所持有的阿里巴巴的股票 但是呢被雅虎公司断然拒绝 这导致双方的关系的持续变僵 那么现在呢随着杨志远的离开阿里巴巴回购股权又会不会发生新的变化呢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特别来连线的是 社交网站郑和岛的执行总编金错刀先生 金人你好 我想请教您的问题就是阿里巴巴这一次看到了杨志远的离开 那么对于阿里巴巴的股权回购来说 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是加速回购的进程 还是说又有一个成咬金出来了 又会有其他的变数 我觉得这次杨志远的离开呢对阿里巴巴收购 回购 回购 回购计划呢肯定是有也算是一个利好 但是呢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 早期其实 早期其实阿里巴巴回购的时候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阻力是来自于当时的CEO巴兹 对那一经总是会反对的部分声音 那所以说来讲 我觉得其实说的直接一点 是一个就他的回购的成功与否 首先取决一个大的形式和时机 那杨志远这次的离职呢 我觉得会给阿里巴巴这种回购呢 带来一定的机会 但是呢对他的基本面呢 我觉得可能会对他的基本面的影响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么所以根据您的这个判断 那您觉得接下来 当然马云是不是会再次提出这个回购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号 或者在您看来这不是一个问号 对他对阿里巴巴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对他只是说我何时出手 他的成功的机会 所以就跟杨志远的这个离职 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个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 还要看整个大环境的情况 对对对 他我觉得一个是形式 另外是另外是那个具体的操盘人 因为杨志远其实从这几年的表现来看 他其实他的对很多决策的影响力 其实是有限 但是杨志远有 其实有一点大家都提到了 其实就是杨志远的这种 特别在一些大的合作股权上 他确实有这种互赌 互赌子的这种心理 那他离开之后呢 可能对对董事会的一些决策 比如基于财报啊各方面的会 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利好 可能雅虎会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 来面对很多的这个事情 好再一次谢谢金错刀先生